大家好,香港夏天天氣每天都30多度 空氣質素又差,很多人都患上肢氣管炎 我們除了要看醫生準時吃藥之外 還可以煮一些輔助食療的湯水 滋潤舒緩喉嚨痛和氣管敏感 今天為大家介紹冬瓜無花果排骨湯 這款湯的功效最主要可以去濕化塔 舒緩氣管敏感和喉嚨痛 和大家介紹材料 材料有冬瓜一件,這裡大概一斤半左右 熟二米兩湯匙,山二米兩湯匙 鮮白盒一個,毛花果四粒 微豆三湯匙,和陳皮一片 微豆有很好的劍皮補腎的功效 洗乾淨後,我會用清水浸一小時 陳皮,我們用清水浸軟身,之後刮落 陳皮有很好的健康和化痰的作用 有些人喜歡在家煮白粥,放一片陳皮 吃起來,粥好吃很多 冬瓜買回來,沖洗乾淨 我們把它刮落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覺,現在天氣這麼熱 就算你早上去街市買冬瓜 都很容易變質,黃黃的 所以夏天我就喜歡在超市買冬瓜 雖然價錢稍微貴一點 但是在超市買,質素有所保證 起碼它有冷氣冷,沒那麼容易變質 我們保留冬瓜皮 冬瓜皮有很好的消暑作用 之後把它切件 毛花果沖洗乾淨,之後把它切粒 我就習慣把它一開四 如果大家想增加甜度 可以加多一點毛花果 排骨一斤,買回來洗乾淨 之後把它飛碎 可以加些紹興酒 凍水落鑊,讓它水滾 滾了之後大概滾兩三分鐘 之後可以撈起來 再用清水沖洗 待會兒用來煲湯 三熟二米用清水沖一沖 待會可以用來煲湯 如果家裡沒有熟二米 只有三二米 我們可以用白鑊炒一炒 三二米 煲起來就不會太寒涼 鮮白盒可以洗乾淨之後 把黑鑊炒的部分 用刀切走 白盒的功效可以有滋肺止咳 和滋陰養胃的作用 之後我們用清水洗一洗 白盒屬於白色的食材 所以對我們的肺很有益處 很快煲湯材料準備好 我們現在煲湯 我今天用了兩公升的水 水滾了可以把所有材料放進去煲 大火滾起 之後再轉中小火 我煲一個半小時 湯正在煲的同時 我和大家說說無花果的功效 無花果我們稱之為生命之果 它性味甘平 有清熱解毒 健脾滋潤 潤腸通便 增強細胞的新陳代謝 和降血壓 護眼 和最重要的化痰去濕的作用 我這一款就是土耳其無花果 就不算太甜 如果大家想甜點 可以買味覺無花果 那它就大粒點和甜點 早前家人患上肢氣管鹽 除了看醫生吃藥 接著他不斷說喉嚨痛 又咳 我立刻在冰箱開些無花果 睡給他喝 他說喝了立刻 覺得肺部滋潤了 說這麼快 湯煲了一個半小時 最後我們加些鹽調味 就可以喝了 冬瓜無花果排骨湯 說這麼快就煮好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分享讚好 和訂閱我的免費頻道 我接下來有新的影片 立即通知大家 和大家重複一次 今天所需要的材料 材料有冬瓜一件 大概一斤半 山二米兩湯匙 熟二米兩湯匙 毛花果四個 微豆三湯匙 新鮮白盒一個 陳皮一片 排骨一斤 中文字幕提供 海洞 薄